今天食信由衷,我Gigi Lam帶大家來到元朗這裡 我發現了一間餐廳,我覺得很特別的 它叫做小橋甜品手作屋 你看進去是不是很溫暖呢? 讓我進去看看什麼叫做手作屋 其實這裡所有蛋糕都是由小橋親手去做的 這樣才算是homemake 它其實有很多款特別的蛋糕都會做的 例如春衣草白朱古力芝士蛋糕 還有愛爾蘭奶油酒芝士蛋糕 還有我面前這三個 第一個就是草莓乳酪芝士蛋糕 第二個就是法國紫玫瑰蜂蜜圓芝士蛋糕 第三個就是粒粒朱古力芝士蛋糕 那我就選了清清的這個玫瑰芝士蛋糕 先吃一吃這個味道 這個吃下去是很清新的 還有是淡淡的玫瑰花味 還說到這個是非常特別的 外面一定吃不到 我從來沒吃過是有玫瑰 加上芝士 做成一個蛋糕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比較特別的 而這個草莓乳酪芝士蛋糕 我試一下 很漂亮 這個草莓融入芝士味 真的很香 很搭配 最後我會試一試我的節愛朱古力 這個粒朱古力 上面這個粒朱古力是很脆的 我喜歡吃的口感 很有口感 三碗我都非常喜歡 年紀輕的小條做蛋糕好味 還開了一班教人做蛋糕 相信很多朋友都吃過心態丸 但外面很多心態丸 都是比較好甜的感覺 但小條這裡的心態丸 不是非常甜的 那就是很適合我心意 這個吃下去是甜中 但是帶一點苦 因為它用了黑巧克力來做 而且朱古力是很滑的 那這邊這個是什麼來的呢 讓我介紹一下 這個就是燃酒車莓子 那它有什麼用的呢 它就是 即使朱古力多不甜也好 你吃得多也會有小聲炸熱 那這個車莓子 可以讓你燒了一些炸熱的感覺 我試一下 酸酸的 也挺開胃的 那雪糕方面呢 我就選了香芋味 但其實小條這裡是很好的 因為呢 其實你喜歡吃什麼雪糕 都可以來自己選擇的 香芋真的是我最愛的 加上這個 心態丸 簡直是一流 今天我就選了兩杯 透心涼的飲品給大家 這一杯就是 紅桑子沙冰 它是創造了 Rasberry 和冰 打成的 是一杯純天然的飲品 而且呢 Rasberry的營養價值很高 等我真的要喝幾口 味道呢 是酸酸的 而且非常清新的 那中間這杯是什麼呢 就是Oreo奶 你看看樣子也很特別 而且呢 外面也沒喝過 那我真的一定要試一下它 那它呢 味道是非常之特別的 你看很滑 我這種感覺是 不懂得形容 好像南投第一次約我去街 一次南投 那隔離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呢 就是Oreo和康寶丁 我知道我一定會用康寶丁 Oreo 用康寶丁 真的要試一試 嗯 吃下去很滑 而且呢 我感覺就好像在吃 會用的雪糕 還有Oreo呢 好香啊 非常之好 超讚啊 小橋部屋 有很多款不同的花茶 有紫萊蘭 桃花 桂花 洛神花 康絲花 白核花 金銀花等等 真的數都數不完 有剩三十五種 那如果你喜歡的話 可以選擇你最喜歡的味道 謝謝大家 對了 剛剛我在這裡不停在這裡小橋小橋 那究竟小橋是男還是女來的呢 不如讓我開股吧 身邊這位美少女 就是這裡的主人小橋 哈囉 小橋你好 哈囉 Gee 你好 為什麼你會選擇創業的 其實創業這個概念 在我中一的時刻已經有了 當時我竟然在網上 竟然有一間紙嘉西手像 支持單位的手像 一直以來 經常記不記得我回來都很不幸 所以我的朋友親人 一直不斷地支持我 鼓勵我 到現在有一個機會 就可以讓我實踐這個理想 所以現在有這個手像 來的 這裡的環境很安 我覺得在這裡高興也不錯 好啊 那我點了 這一杯是花茶 這一杯叫千日紅 我覺得它很漂亮 那你是不是很漂亮 但有什麼好呢 其實每盒天氣轉 我很多時候有點卡 不舒服 那些 這個千日紅 就是另外一方面的 這個可以舒緩氣管 還有可以對七瘦 很痛 也有很大的幫助 那這一杯是你 有什麼靈魂 很漂亮 這杯就叫做七彩菊 顧名思義 它是顏色七彩繽紛的 那它除了漂亮之外 它的功效也很好 除了它可以千日紅 還有這個 這個樣子 那些 那些女生也很喜歡 其實剛才我試過的甜品 又很好吃 花茶又很好喝 那我也想問一下小婷 為什麼你會開餐廳 那其實開餐廳 除了甜品 我一直都有甜點之外 那我也是非常喜歡煮東西 那我很希望 將這個健康的餐飾 給大家 那很多時候出去吃東西 都會比較多味精 多添加劑 那現在就有個健康的感覺 那我希望 將一個全新的概念 帶給大家 就是可以 在外面 餐廳吃東西 都可以吃到 好像家裡的素 一樣的健康感 那這個是我們 一直做食物的 宗旨理念 和一份增進 真的很厲害 想不到年紀輕輕的 小婷可以想到 這麼正面的東西 果然是年輕人的點飯 其實我講了這麼久 我都很餓 我想嘗試小喬的晚餐 哇 聞起來真的很香噴噴 剛才小喬跟大家說過 它所有食物都是銷售店 所以它所有食物都是沒有味精 和沒有油餐 這個就是小喬焗雞扒飯 讓我試一下它的味道 你們不要以為這瓶茄汁是 一整瓶 倒了半瓶茄汁 但其實它所有茄汁 都是用絲番茄做成的 試一下它的味道 絲番茄味很新鮮 而且雞肉非常滑 我呢 覺得吃到停不了口 接下來要介紹的這一道菜 就是 拿破崙汁青厚意粉 讓我試一下它 因為我已經覺得很香噴噴 吃到它 淡淡的香草味 再試這個青厚 剛才聽小喬說 青厚是用拿破崙汁梅 所以是非常入味的 而且意粉是淡淡的香草味 因為它用了多香草來做的 其實沒有下脾氣精 它真的非常之淡 其實呢 今天它的食材是即可即弄 所以下次就等久一點 好多時間來吃 因為真的非常好吃 來到小喬這裡吃飯 好吃就不再說了 而且它可以給大家一種感覺 就是home feel 我吃到這麼飽 我也差點不捨得走 小喬部屋 是在元朗鳳遊南街 好順景大廈地下20號鋪 你可以乘坐西鐵市元朗站 App出口 旺鳳遊南街方向步行約10分鐘 巴士站可以搭這個 這個的68M、68X、76P、264M、268D、268C、269D、276、276P、968 於新元朗中心對面學車 往空遊南街方向步行約10分鐘 再见